这日取经小队西小间来到了浩山 这浩山孤绝贤僻草木茂密 方圆六百里杳无人烟 正是妖魔繁衍的好场地 果然走着走着 一段紫气朝取经小队袭来 好 师父快下马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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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是虚惊一场 不过这下仿佛也印证了一个道理 有妖怪的时候 大师兄最安全 没妖怪的时候 大师兄最危险 这一推 险些把唐僧老妖给折了 猪八戒对着孙悟空就是一顿掉 小插曲后 徐经小队继续前行 走了没几步 护庭有人呼救 还是那个孩童的声音 众人走近一看 居然是个光屁股的孩子 被吊在了树上 唐僧不顾孙悟空的再三劝阻 执意要去救 得救的小孩露出了纯真的笑容 只见他面如富坟 纯弱屠珠 穿着锦绣肚兜 一副人畜无害的可爱模样 你不看这小孩多好看 然而孙悟空早就看破了 这是一个成了精的煤气罐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活气 唐僧也不理会宋悟空 让沙僧悲孩子一程 宋悟空赶紧抢过 他可不想让蠢萌的沙尸弟 以身犯险 还是让你孙爷爷托你一程 我送你回家去吧 徐经小队继续前进 宋悟空让众人走在前面 自己和那孩子 开始了最终的博弈 你要是撒尿 先跟我说一声啊 扮上之后 唐僧等人已逐渐走远 宋悟空拖着小孩 走到一悬崖边 当场高空抛雾 小孩落地成河 幻化为一团烟沉顿走了 宋悟空不长记性地去追 哪想唐僧这边 又被一团蜂烟劫走了 等到宋悟空返回 只剩下被蜂烟吹的 东倒西歪的 猪八戒和沙僧了 八戒 师兄好大的风啊 好于这炫风啊 师父哪 那边 沙僧止了个寂寞 众人大惊 宋悟空将二人一顿掉 师父嘴是灯草做的 风一挂就跑了 孙悟空知道多说无意 当即叫出当地的土地山神 一番训诫后得知 这山上有个枯松剑 剑中有个火云洞 洞主住着妖魔红孩儿 这红孩儿乃是牛魔王 和铁扇公主的儿子 如今已有三百余岁 红孩儿神通广大 把他们这些地方官 吹得苦不堪言 孙悟空哪管这些人的死活 只在信息中提取了一个信息 那就是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而这牛魔王 正是自己花果山的结义兄弟 孙悟空突然多出了个大侄儿 开心的不会走路了 哭松剑火云洞 孙悟空和猪八戒去认亲了 随着二人的叫门 从里面突然窜出一堆熊孩子 为首光屁股的 正是奶生奶妻的红孩儿 红孩儿主持一杆 杖霸火箭枪 将二人一顿掉 是什么人 在我这里诱惑 这孩子 孙悟空也不在意 他的童言无忌 将自己和他父亲 牛魔王的渊源已说 本以为红孩儿 怎么也要来个当场认输 哪曾讲 你这婆侯 我声音带望 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这孩子 孙悟空还要走近再哄 哪想红孩儿 已经一枪捅了过来 你这孩子 真不懂事 他是你孙大叔 我是你二叔 红孩儿现场烤全猪 孙悟空仓皇来就 场面又变成了 烽火系猪猴 一番挣扎 孙悟空提着 被烧得不成猪样的 猪八戒 飞顿而去 二师兄 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见两人没心没肺的嘲笑 猪八戒吻讯巴巴 都怪大师兄 那小妖怪不认情的偏人 惹得他放了把妖火 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 是 嘻哈归嘻哈 师父还在那妖怪手里呢 三人一合计 红孩儿擅长火系魔法 那用水相克不就可以了 画面一转 孙悟空已于东海 召集来了四海龙王 中人一伤力 现由孙悟空前去挑战 等红孩儿真用火了 四海龙王在一起 降雨扑灭 火晕洞口 红孩儿也不和孙悟空逼逼 上来就是三连 孙悟空一个疏忽大意 肩膀着火 怎么扑都扑不灭 随后脚跟再着 屁股又着 很快火焰便笼罩全身了 孙悟空苦不堪言 满地打滚 龙王健壮 赶紧降雨 可下了半晌 火势不减 依然雄雄不灭 孙悟空痛得原地飞升 一顿乱飞 一头扎到了滚滚摸套里 待到狼狈上岸 孙悟空已经灰头土脸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 反水灭不了他 四人一合计 还得去请观音菩萨来当救兵 孙悟空刚想动身 只觉浑身疼痛 架不了金冻云 无奈只能让猪八戒前去请了 猪八戒飞出旅行了一阵 忽然于半路遇到了观音 猪八戒引观音来到火云洞前 正要细说 猪八戒 你大睁了两眼 认不出我是圣鹰待王 猪八戒 就凭你这模样 还敢保唐僧取经 还请观音启仰我 真是个废物蛋 红孩儿挑起了一番猪八戒后 决定先拿猪八戒开婚 于是吩咐手下烧开水烫竹毛 准备全猪燕 猪八戒一听极了 吓得胡言乱语 立下了个伤敌八白 自尊一千的诅咒 嘲笑完猪八戒 红孩儿又前小妖去请牛魔王来 说是同吃糖僧肉 而这一幕 恰被躲在门外的孙悟空投听 孙悟空将计就计 半途化为牛魔王赴宴 红孩儿将事情和牛魔王想起 说牛魔王赶紧劝阻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是啊 哎呀 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 千万可别惹那猴子 他神通广大 变化多端 牛魔王吹着吹着 上瘾了 生物足蹈起来 当年他大闹天宫 御帝十万天兵 布下天罗帝王 也不曾捉住他呀 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 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 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红孩儿眉头一皱 感觉事情并不简单 这人怎么和自己熟知的父王 一点不一样 牛魔王说是万妖之王也不为过 平日里除了铁山公主怕过谁 眼下这人却微微缩缩 尽掌他人威风 不对 红孩儿疑心见重 便借口问牛魔王自己的生辰 这宋空哪儿答得出来 当场露馅 大闹了一番后 奈何不了他 只能再让沙和尚 去请观音扑散了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观音闭眼打坐 不理睬红孩儿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观音继续沉默 只要是回答了 自己一步就成逗逼了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红孩儿见观音不言语 也恼了一腔直向 他的莲花台 观音被三位真火吓到 落荒而逃 红孩儿大喜 又见莲花台新鲜 通心顿旗 便毫无戒备地坐了上去 忽然莲花台四周竖起刀兵 红孩儿被牢牢钉在宝座上 一番挣扎无用 红孩儿正式投降 菩萨 菩萨 他弟子有眼无珠 不知广大法术 求菩萨 菩萨饶命吧 观音来到红孩儿面前 将他一顿屌 红孩儿不断求饶 观音于是将他摸顶受戒 强行入鞭 纳为了听使唤的善才童子 刀兵退剧 红孩儿重回自由身 他见自己变突了 感觉自己又行了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 岂能想我 红孩儿以为白得一套金镯子 正要发难 行了 这下彻底老实了 做私人会计就私人会计吧 降服了红孩儿后的取经小队 继续前行 很快就来到了车池国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 破败的志源寺 寺内人去楼空 尽是断壁残垣 众人正在纳闷 忽然隐约听到 原处传来吆喝和鞭塌声 宋空跳上树枝一看 快走 快走快走 快使劲 快走 居然是几个道士 在奴役河上 有时踹又是抽 简直不把他们当人 宋空实在看不下去 出手救了一众和尚 从得救的和尚们口中得知 这车池国本也是个重复的国家 可就在几年前 国内闹汗拔 国王让僧人求以失败 恰好来了三个道士求以成功 这地位一下子就反转了 那三个道士分别换作 狐历大仙 鹿历大仙 杨历大仙 如今成为本国国师 三人崇尚道教 对佛教满怀恨意 在他们的怂恿下 车池国王也开展了一佛运动 现如今 三人用大稿特稿 在国内建设三秦道关 苦力就是和尚们 反正更苦的日子 还在后头呢 今天大概是完工一事 国王邪王后齐聚三秦官 听说今天三位国师 有花活要整 看马戏谁不乐意呢 看着三位大仙 在那儿花里胡哨 孙悟空准备整补一下他们 手指一勾 到了夜晚 孙悟空见供台上的供品 起了贼心 于是跑回去 叫猪八戒和沙僧起床 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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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八戒太困了 好像睡得太子 根本不理睬孙悟空 孙悟空又去叫沙僧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你说这个 那我就不困了 馒头有豆的 真的 三人鬼鬼祟祟 绕骨唐僧 准备大干一尝 来到道关 国王等人和三个国师 还在念经 总共一口腰风一吹 众人揭黄 仓皇逃窜 趁着这个机会 三人窜进了大殿 再来